全國手機定位數據顯示 上星期每天多2,500萬民眾外出 自從更多州逐漸放鬆在居家秘領之後 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開始出門活動 根據手提電話的位置數據顯示 上星期平均每天有多2,500名民眾選擇出門 比過去6個星期的居家秘領高峰期又顯著上升 而且幾乎在美國所有地方留在居家的民眾都減少了 在某些地區更加少了超過一成的民眾會留在居家 從3月20日到4月30日 大部分的州份都實施居家秘領期間 有接近44%的民眾 也就是說1億4,400萬人留在居家 但是這個數字在上星期跌至平均36.1% 大約1億1,900萬的民眾留在居家 比起最高峰時期減少了7.7% 當然無論如何 這些數字都比居家秘領之前 20%留在居家的數字要更高 現在美國有超過一半的州已經計劃或解除居家秘領 無論在有沒有解除居家秘領的州份 留在居家的民眾比例都降低 仍然實施居家秘領的州 選擇留在居家的民眾仍然比較多 例如加州就從高峰時的45% 減少到38%的居民留在居家 新澤西州和紐約州依然有45% 和46%的市民留在居家 和省一起是居家比例最高的三個州 不過最多人出門的是密資金州 上星期多了超過一成的民眾外出 雖然密資金依然在實施居家比例 上星期逐漸開放的州之中 印第安拿州多了9%的民眾出門 佛羅里達、西維珍尼亞州和南卡羅萊納州 就有稍稍超過7%的增幅 今次的調查是異動電話位置數據分析公司Cubic獲得 樣本來自同意分享部分應用程式位置數據的 1,500萬個智能手機用戶 所以以一個只是個大概的統計 天下衛視記者楊里娜報導